现在俄罗斯的舰队在前往古巴吗 古巴在6月6号宣布有四招舰船组成的 俄国的舰队将在6月12号来抵达哈瓦那港 并且要跟古巴军队联合军演当中 还包含了核潜艇 那么道路公众号牛谈琴表示 普丁积极出招 现在嗅到了新冷战的味道 请教委员 新冷战一直都有人说啦 但新冷战有个很多的特质 就是旧冷战跟新冷战 旧冷战有很多的特质 我们现在你用什么名词来形容都可以啦 但是古巴的这种联合军演 是不是有到了那么强度那么高 那么激烈的一个状况 我也觉得还要再观察 因为普丁玩这个招很多啦 比如举个例子 你现在说你拜登说 可以用你美国制的武器 来打到我的领土 在国际上是有一个这样的默契啦 就是说五个常任理事国之间 互相都不让这个自己制造的武器 去打到另外一个残国领土里面 是有这么一个默契 那现在美国主动破除了这个默契 英国也破除了 法国也破除了 那我有什么招数可以出 我不一定要自己来啊 我的外围的好朋友小兄弟 对不对很多啊 古巴你给他一点武器 他说不定就想要用苏联的武器 来打破美国的制裁跟封锁啊 那你如果俄罗斯再把一些武器 以后的技术啊给了伊朗 这也是打破美国封锁的一招啊 还有更狠一点啊 就干脆直接把那个什么 核子武器就丢给北韩 那你日本这一下怎么上下碰 他要打带给人 对对对对 他什么都不必做啊 他工业武器就好啊 对不对 这苏联武器啊 你可以用美国武器来打我 为什么我不送这个苏联的武器 给这些小朋友们打啊 给伊朗伊朗 在那边练核子武器练个老半天 练不出来 不用不用不用 我给你十颗 你说叫中东局势怎么改变啊 好啦 还有那个金小胖 整天核子武器弄个老半天 弄不出来对不对 导弹飞上去也掉下来 那他都不用不用 我配备全新的旗舰版的给你 你怎么办 不普京真的有讲这种话 他真的有讲 他没有讲那么白 也没有讲那么白 那你说你叫岸田温雄怎么办 岸田温雄说 这个黑国犯罪有黄国受灾 有点衰 对不对 所以美国真的想玩到这个地步吗 当然卡三号核潜艇 他未必就是表达一种核子威胁啦 可是 美国真的想玩到这个地步吗 这已经到了跟古巴联合军演了 那我是觉得离美国真的要把新冷战推这么远吗 为了一个你自己竞选连任 然后为了帮这个责任司机维持他的声望 这个维持不住的东西 你做这个东西 我劝劝这个欧美国家 所以要先想一想 你现在对手是一个思考战略是思考很长远的人 不像你是没想到什么做什么 想到做什么 就都是互相矛盾 你到底干什么啊 对不对 马克宏一样啊 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 你到底想干嘛 对不对 一个军事领袖的战略 他必须要思考得很远 他的步骤是什么 风险是什么 那碰到问题干什么 有什么弹性的调度的空间 不是像这些 马克宏啊 拜登啊 这些人怎么跟那个戴高乐啊 跟那个罗师傅啊 能力差这么远 我实在是百思不解啊 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动作有 那持续也要关心 还有是中非的部分 6月7号现在呢 在菲律宾海警队指责大陆海警船 阻止在南海撤离一名生病的成员 而且还批中方野蛮不人道 但是要来看到 《环球时报》记者取得这个独家照片 看到的是军方出动军方的一个 飞方出动是军方的高速冲锋艇 参与非法运补 那在上方做的是谁呢 是飞方的军方人员 还携带大量的可疑物资 进行非法运补 大陆外交部表示 如果先报备可以 但是不能用这个借口向坐摊 军舰运送建筑的材料 飞方表示呢 在这个大陆海军近期出动有 契电艇飞机在仙兵岛海域 进行两次演习 每次七小时 仙兵岛外围距离飞兵船 之几公里的地方 疑似还有一艘 中国海军071型的登舰艇 飞方就说了 在3号4号呢 这个大陆海军 突然在仙兵礁来演习 并且指出 在大陆海军987号 船无登陆舰连线了这个 飞方的海警9701舰 在这个照片也可以看到 是有大陆海军有制升舰 还有机舰艇登陆艇 以及海警舰艇的照片 好这部分 我们先请教韩明哥 现在老实讲 我觉得飞兵在进行的一招 就是你知道 就是标准的 一哭二闹三上吊 你知道就是来跟你这样 我玩不过你嘛 我正面冲突冲突不过你嘛 我就勤勒你 我就诉诸悲情 你知道 我好可怜喔 我生病你都不让我 违反人道啊 就是开始在扯这些 但是实际上你想也知道嘛 之前他们要运粮食 这些进去的时候 大陆是从来不拦的 你要送就送啊 所以你觉得 如果你真的有人生病 大陆会拦着你嘛 你要走就走 大陆还巴不得你赶快走 其实老实讲 谁最不希望 他们现在在上面出人命 大陆 因为出了人命 就会比较 国际上面 就舆论上啊 就好像会比较容易 站在劣势的一方啊 所以大陆 当然不希望他那边出人命 当然希望你有生病 就赶快走 他们显然就是 故意用这招 老实讲生不生病 也是你在讲啊 那你们都可以出动 这些快艇 你要干嘛的 那难道真的 没有办法运补人吗 那不然你这快艇 是怎么跑的 这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 我觉得菲律宾用这些招数 就是表示他真的没辙了 就只好开始用这种栽账污陷啊 抹黑啊 用这种方式 可是问题是我老实讲啦 你这种东西 也许是你国内政党彼此攻击 比如说民进党用这招 对付国民党可能会有用 你这是国际跟国际之间的事情 国际的东西到最后 其实就是讲实力 讲实在话就是这样子 那你的实力就是输人嘛 你今天就算好了 就算被你博取到国际同情了 然后呢 然后这些国家大概就是 好 中国大陆你不能到谴责 然后结束了 不然呢 不然要怎样 对啊 他也不可能 难道你觉得 北约会派船来帮你守住南海 你希望他能够做什么 不可能嘛 北约不会干这种事 你看美国 美国一直叫菲律宾往前上啊 可是美国有真的冲在前面吗 没有啊 他一直躲在后面 他也没打算要往前冲啊 所以这个态势已经非常非常明显 那你现在说仙兵交这边 中国大陆在那边演习 演习刚好而已啊 因为他认为那是他的领土 他在自己的领土范围演习怎么样了吗 那你能抗议吗 或是要不然你也去演习啊 你也不敢演习啊 所以我真的觉得 菲律宾用这种态度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顶多就是一直拖在那边 然后我也要提醒菲律宾 他们现在在那边有两艘船在那边 基本上也等于是在做做交一样 就把它当作另外一个马德雷山 对 可是你必须要想清楚一件事 颁风季来了 颁风季快来了 南海那边如果 南海那边颁风其实很多 因为菲律宾自己就是很容易 深沉颁风的地方 是 确定还要在那边嘛 对 你在那个地方 到时候你们自己可能会有危险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对不起 不错 不错 等会稍微調回摆 不错 听不错 你后来一点 你听得到 对不起 相当这么多